共和黨總統提名初選 競爭依然激烈 而今年晚上的辯論會 會是下週與亞利桑那州 以及密西根州等地 舉行初選之前的最後一場辯論會 候選人都積極備戰 由於下週二 共和黨就要在亞利桑那州 以及密西根州等地 舉行初選投票 而今晚的辯論會 也是選民了解候選人 政見的最好機會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以及時代雜誌等等媒體 所做的共同民調 下週二在亞利桑那州的初選 有36%的選民支持羅姆尼 而有32%的選民 會投給山陀倫 如果將民調的誤差值 納入考量的話 其實兩個人的選情 勢均力敵不相上下 至於精銳器 則有18%的支持率 保羅有6% 另外有6%的民眾 還沒有做決定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